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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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有個朋友問我 有沒有興趣派飯 因為以前在北角有贊助派飯 即是派開的 我說好 回家和小朋友商量一下 大家覺得沒問題 還是做善事 就開始了 他是我第一個贊助的客人 開始之後 有很多人都進來說他想捐飯 想贊助 一直持續有人這樣捐 有些捐幾百 有些捐一兩萬 直至現在 最初構思派雞飯 即是貴妃雞飯 因為打算適合老人家吃 後來想想 加上叉燒 可能老人家都會喜歡 因為我弟弟做的叉燒很軟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派叉雞飯 都很受歡迎 我其實不是很偉大 為了開這間 就打算是太煩 朋友這樣說 互相配合之後 感受就是 原來有這種舉動 所得回來的那種開心 即是發自內心的善舉 也接觸很多善心人 感受到我這間整間店的瓷場 都很多正能量 這是我很開心的感覺